哈喽大家好我是吉波 欢迎回到吉耿白图时间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老妈时不时会给我100块 叫我去巷口的那家杂货店买日用品 那时候的100块可以买到一代米 要扛几楼 一瓶酱油糕 加鱼 一瓶小米酒 6g128g 还有一盒新鲜的鸡蛋 新鲜的哦 但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转眼间已经好多年过去 现在的100块已经买不到这么多东西了 因为监视器太多了 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那在我被带走之前 开始几梗白图吧 当你有一个很关心自己的朋友时 哎 即使接下来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记得按时喝酒 不舒服的时候多抽点烟 每天好好熬夜 宵夜也多吃点 开心的时候多想想难过的事 早餐千万别吃 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滑手机 还有最近天气变冷了 记得多穿短袖短裤洗冷水澡 感冒才会来得快 知道吗 有一只小猪梦到自己成为了一名水手 他很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 妈妈告诉他说 傻孩子梦境都是相反的哟 果不其然 小猪长大后变成了火腿 我回来了 哎 你怎么大包小包的 我刚从超市回来 而且我是特大包好吗 好哦 那你买了什么 我买了一些日用品和12瓶牛奶 啊 12瓶 你买那么多牛奶要干嘛 因为它的包装设计很赞啊 你就因为这样买了12瓶牛奶 我就不信牛奶的包装设计 是能好到哪 超市里还有货吗 话说明明是牛奶 但包装却是猫的图案 会不会里面装的其实是 被你这么一说 我还不回去买包 当我和女友结婚不久之后 我爸突然在某天问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抱孙子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没有儿孙我想福 话不能这么说 听老爸的话 生比较好啦 不听老人言 快乐好几年 我跟你讲 等小孩长大了 你就知道生小孩有多有用了 就是因为我当过小孩 所以我才知道没有用 你这个小兔崽子 养你就只会跟我顶嘴 你只要不用你的观念 强加在我身上 就不会吵起来了啊 过于真实 诶我今晚不回宿舍咯 哈明天要英文考试诶 你不回来复习吗 不用啦 我一定会及格的 我先去约会咯 拜拜 约会跟谁啊 英文老师啊 最后他没有及格 被老师抓去课后辅导了 呵呵 北迷问你哦 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 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有啊 你有美国的作息 印度的卫生 俄罗斯的脾气 日本的爱好 还有非洲的经济啊 我懂了 你一定是在说我很国际话对吧 我来自外国 什么语言都难不到我 某天我和梅多吵架了 这件事明明就是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还怪我 贝比我问你 一加二是不是等于二加一 是啊 但这件事和你怪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爱你是不是可以等于你爱我 是 是这么说没错 那我的错是不是就等于你的错 蛤 没关系 我原谅你 What What the Baby 有一件衣服我很想买 但是钱不太够 可以借我一点钱吗 不用还的那种 蛤 不用还的那种哦 这样我很亏耶 哎呦 拜托啦 你可是我最棒的Baby耶 不然这样好了 我借你一点钱不用还 但是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哦 嘿嘿 讨厌啊 Baby 那你想要人家做什么 我要你 你不准花掉 如何打败一个击败人呢 答案就是比他更击败 某一天我点了食物外送 结果看着我订的食物越送越远 于是我就联系了我的外送伙伴 请问送餐怎么越送越远了 终点是你 何必在意细节呢 过了半小时后 我终于拿到了我的餐点 哎不好意思 你怎么给了我差评 报酬给你 何必在意差评呢 不是啊 你给差评我会被扣钱的 人生嘛 总是会有一些过节的 草一种植物 结果当天外送员回家后 发现自己的女友劈腿了 为什么 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奔波赚钱 你怎么可以跟别的男人乱来 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 终点是你 何必在意过程呢 你看最后又被自己的咒语害到了吧 我怎么觉得外送员女友的劈腿对象是你 吃饭咯Lucky 你看我为他吃饭时他都会乖乖的做好 我把他训练的很好吧 另一方面 哎我跟你说 只要我在吃饭的时候坐下 我的人类就会乖乖的送上食物喂我 我把他训练的很好吧 我出门忘记带钥匙了 你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吗 抱歉直播我现在不能动 怎么了你在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不能以 好吧我晚点再回家 这一旦动了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再发生了 儿子今晚我和你妈会晚点回去 晚餐你就自己处理一下 别忘了把家里打扫干净 还有厨房的垃圾顺便帮忙倒一下 明天我再带你去车行看车 真的假的 假的我只是想确认你有没有看到讯息而已 有看到就好 你敢因果 一位爸爸曾经告诉他上大学的女儿一段话 和男生约会不能老是让男生付钱 因为他们现在都还只是学生 生活费并没有很多 你让他付一次钱 他可能要吃好几天的泡面 我听完后瞬间觉得这位爸爸说的话很有道理 他的女儿也把这番话放到自己的个人动态上 然后所有点赞的男生就都被删掉了 而且删完后发现男生好友通通没了 呵 人生嘛总是会遇到一些里外不是人 做什么都不对的情况 例如参加任何聚会时的我 因为不讲话把气氛搞得很尴尬 因为狂讲话把气氛搞得很尴尬 下次聚会拜托不要再约我了 你就不能适当的说话吗 这样就能把气氛维持得很好了 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其实我的数学很差 国高中段考成绩都不及格的那种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在偷笑被直播看到 考完后他就问我 刚刚看你在偷笑 是因为这次的题目你刚好都会吗 哦没有 我是被我自己写的答案逗笑的 蛤什么意思 公车上还剩下5.7人 原价580的衬衫打完折为630元 德杰小明的女朋友9岁 爸爸的心脏跳动20下需要5个小时 老奶奶过马路的时速为400公里每小时 弟弟年龄为15岁 爸爸为-3岁 你看是不是很好笑 我觉得数学老师看得笑不出来 果然是精神虐待对于人类啊 唉 怎么了 突然唉声叹气的 就我家外面最近在施工 房间里每天都又吵又震的 我真的快崩溃了 你这样想太负面了 要往好处想 你可以吸收他们的正能量啊 蛤 那你女儿现在和她男友在我房间里 你要不要也去吸收一下他们的正能量啊 蛤 蛤 正能量吸一吸是不是能变成白胡子啊 蛤 动脑时间 请问各位老司机们 车辆在高速行驶时 突然拔掉钥匙会怎么样呢 A 突然拔钥匙可能会喷水 B 车会要求你把钥匙赶紧插回去 C 突然拔钥匙车会站抖 D 会有 得一声 E 车会自己找钥匙插上的 F 拔了赶紧插回去 不然车会生气 G 以上皆是 什么你说你怀疑我在开车 我确实是在开车啊 极梗白图 我们下次见